试试 同志们 大家把手里的活儿都放一放 我们开个会 都到期了 同志们 今天这个会议很重要 我们攻读护助社原始成员十三人 已有两人退社 应到十一人 包括口头提出退社的 郭新刚同志也参加了今晚的会议 我们今天会议一共有三项议程 一是各个勤工小组汇报工作 二是讨论修改护注社章程 三是研究今后的工作 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第一项议程 各小组汇报工作 施司董 你先来说说吧 我没什么好说的 习组的业务已经被吊销了 习组呢 已经不存在了 我作为组长 向各位道歉 回饭完了 简洁时装开业以来 一直处于亏损和半亏损的状态 启动资金也快用完了 照这样下去 最多再维持一周 说完了 我们放映组也于今天解散了 原因是两个月以来 只有三部影片可以放映 能放映的学校都已经放映完了 没有观众了 我们之所以能撑到今天 完全是靠女同学 给我们介绍的人脉支持 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经营 而是一种施舍 我忍受不了 所以解散了 我说完了 好 三个小组汇报完毕 现在开始第二项议程 严念 三个勤工小组倒闭了两个 还有一个只能勉强维持一周 我认为已经没有必要 再进行第二项议程了 应该承认我们失败了 我们应该正大光明地宣布 攻读护助舍第一实验小组 解散 郭金刚同志 护助舍解不解散 首先得解决问题吧 我们不能忽里忽图地 就当了无政府主义的试验品 有什么不清楚的 无政府主义不适合我们 这就是结论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我看不是无政府主义行不同 而是我们根本没有搞清楚 什么才是无政府主义的 互助论原则 好啊 那就请你这位非孝贤 来给大家讲讲 什么是互助论的原则 好 首先 互助论的第一个原则 就是共产 互助舍的任何人 都不得报的私人财产 可是你看看我们这个社吧 当一群先把自己的衣服 贡献给大家的时候 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的是讽刺和嘲笑 当大多数人 已经身容分文的时候 有的人还有小金库 当大多数人 已经脱离家庭关系的时候 有些人却可以和家人去吃饭 当然我没有真的谁的意思 我只是想说 正是这种私有制残余 腐蚀了我们的互助舍 是我们之间出现了 感情不融洽 互相猜疑和精神焕散的现象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认为 互助舍之所以搬不下去 是因为这个社会 没有提供给个人 自由发展的条件 也就是说 个人劳动 不足以维护个体利益的时候 互助它只是一种空想 我不同意解散互助舍 我从家里跑出来来到这儿 就是为了追求自由 是 互助舍是苦了一点 但是他给了我自由 特别是 特别是给了我追求爱情的自由 群仙姐姐 那你到底爱上谁了 好 我今天就趁这个机会 大胆地宣布 我爱上了 何孟雄同志 对不起 何孟雄同志 对不起 易同志 我已经有心爱的人了 你紧张什么呀 你可以去喜欢别人 但是并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 既然这样 我也不相信瞒我的感情了 我宣布 至少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易寻仙同志 还是十分可爱的 好 同志们 好题了 我们现在言归正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秦宫已经不能维持 互助舍的生存 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除了解散 别无他法 我不同意解散互助舍 互助舍解散了 我岂不是又要回到原来的生活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 那你拿出办法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除非让我爸过来赞助咱们 你们同意吗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 让我们当寄生虫啊 那我就不办了 延年 你是社委 又有特殊身份 说到底我们这些人 都是受了新青年的影响 才跑出来寻找新出路的 你给我们大家说说 好 各位同志 我是我们这个 公读互助舍 第一实验小组的发起人之一 现在这个实验失败了 我有责任 我对不起大家 延年 你别这样 这件事不是你的责任 首先我要深明一点 我不是陈独秀的信徒 诚然我在思想上赞同他提倡的新文化运动 我拥护他提出的德先生跟赛先生 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他信仰什么理论 而我是有信仰的 我响应王光琪的号召 搞了这个公读互助舍实验 是因为对于公读互助舍 我抱有莫大的希望 我希望将来的社会 也能够成为一个公读互助的社会 但是今天我必须得承认 我们的实验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我一时还没有理清楚 但是我清楚的是 我绝不会因为一次短暂实验的失败 而放弃我对心中理想社会的追求 我相信 在座各位一定也和我一样 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 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我提 何去何从 我们举手表决 同志们 我们举手表决 同意解散公读互助舍的举手 questa施补 好 结果出来了 我宣布 北京工毒户注射 第一实验小组 解散 大家收拾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